嘿,大家好,我是Anni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开三眼的事情 相信Follow我的朋友在前面我最初的第一期和第二期灵性成长中 也跟大家分享过关于从三维空间到四维空间卡在中间的我 是什么样一个感受 那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上来分享呢 因为我在这个很久的阶段 我觉得自己在灵性修行上有一些走偏了 然后呢就有一些卡住了 到现在呢就仍然没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今天我要上来分享是因为我非常的感恩 昨天晚上呢对我来说是在灵性修行的路上 特别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突破 那就是我在开三眼的过程中呢 我虽然没有开到真正的三眼 就是那种很高境界的 但是呢我却因为无意中得到了千里耳的功能 我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听到了滋滋像往常一样的声音 然后我就安静的下来 然后我就非常安静的等待 我在灵修的过程中呢 其实已经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就一直会常常听到一些耳鸣声 就是很大的嘶这样的声 一直在耳边响 那不管是在室内室外安静下来 睡觉的时候 只要我想听 它就会出现 那曾经有两次 在这个半年中呢 曾经留两次 就是这个声音会突然之间慢慢的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然后就反生一种轰的响声 可是我就害怕 所以呢那个声音又回去了 但是昨天晚上 因为有了前面两次的这个经验 昨天晚上的这个声音 我在听嘶嘶嘶声音的时候呢 它又回来了 就说呜一声回来 我就没有那种抗拒的心理 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我在接受它的同时呢 就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他就说你好朋友 然后我就潜意识里面回答 他说你也好朋友 然后我也很开心的那种 就没有像前面两次那样 很恐惧 之后呢 就耳边就想起了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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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同的声音 有男人的 有女人的 有小孩的 然后有很多很多 我都分辨不出来 那些声音是 到底是哪儿在说话 然后呢 有很多语言 有日语 英语 然后就是很多 我听不懂的语言 当时我的感觉呢 就是告诉自己 我这是在听到了 思维空间的moment 然后我就很安静的 想听清楚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那个片段就好像是 声音就好像是 成千丧万个 我就没有办法 catch到中间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那个moment 包括今天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已经打开了那种 思维空间的 聆听的这个功能 特别开心 所以呢 就上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 再说回开三眼的事情 当然我的三眼 还没有完全打开 就是说 没有到那种境界 就是可以看到 别人身体发出的光 可以看到五官 人身体内障的流活动 或者是阻碍 更或者是可以有 不同的片段的moment 我只能听到 耳朵声音的moment 在网络上呢 很多人都说 开三眼有很多 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 一个星期 或者是三天 或者是几天 就可以把三眼打开 但我告诉你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你天生 从小就长有一种 有特别不同的体质 对那种另一个空间 或者是感触能量场 特别不一样的 那种体质 要不然的话 从普通人修到 能开三眼 那是一个 比较漫长的过程 太烫的水 一定是要一口一口的喝 才能进去 那我在这个 慢喝开水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自己的改变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有时候 会很头疼 头疼的过程 也许是因为 我在灵性修行 开三眼的过程 它会打通我的脉搏 我就会刺痛 很痛很痛 但是如果我吃错东西 或者是说 我觉得头疼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呕 就是我会做呕吐 把所有的东西吐完 吐清了 然后我就会很舒服 马上头就不疼了 那我想它是在修复 我身体里边 泪胀的一些东西 事情就是我的身体的 自我修复能力强了 就是比如说 我打坐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 比如说 我身体哪个地方不对了 然后它就会有一种 刺痛的感觉 在那个位置 当我打完坐 过完一天 我的那个地方就不痛了 就会自然修复 我如果不小心扭伤了腿 或者搬东西中了 砸到了自己 我不需要贴任何的 比如说膏药之类的 我在打坐的时候 冥想的时候 我的那个身体 那一个部位 就会像刺针刺一样的刺痛 然后呢 当我打完坐 过完一天 我的身体那个部位 自然就修复了 就不会再 就恢复原状了 还有就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的睡眠改变了 比如说 不管我睡觉 睡得多早 就是或者睡得多晚 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 我就会自然醒来 然后我可以继续睡 但是我也可以不继续睡 那但是我白天 不管我干多少的活 我都不会有困的感觉 这个就好像是 确实是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改变呢 就是我的饮食习惯改变了 就是以前呢 我喜欢吃很多的米饭 然后喜欢吃的很饱 然后我不喜欢吃蔬菜 但是现在呢 我会喜欢吃蔬菜 然后我吃到蔬菜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那个菜里边的那种甜 菜里边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就是还有就是人变得快乐宁静了 就是不管任何人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觉得那不是一件事 然后我经常会自己很开心的 就是唱歌啊笑啊 然后我猪猪就常常问我 你是不是傻了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很开心啊 然后就 就自然就是这种状态 那甚至有时候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不像从前 就是比如说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胡思乱想 你在开车或者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会胡思乱想 就是会想 哎呀 昨天做了什么 以后要干嘛 或者是曾经有过什么 现在又怎么样 我下一步要干什么 那我自从开始灵修之后 我觉得我就是哪怕坐在这里 我会什么都不想 但是我会很就是很安静 很开心的感觉 另外一个改变的就是我在做决策的时候 就是那个突然之间跳出来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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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或者是那个moment 会让你觉得说 OK 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商业决定的时候 整个团队就是已经把钱都付了 然后我们要做下一步运作的时候 很多前面的事情全都做完了 但是那明天就是要已经拍板做决定的时候 但是今天晚上 我突然之间半夜就醒了 然后就睡不着 就是这个问题一直会跑到我的脑海里来 然后就跟我说say no say no say no 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去开会say no 最后发现这件事情过了半年之后 发现说还好当时say no 如果整个团队把所有的精力丢在那上面 去现在一无所获 这个就是目前我发现我在我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应该说是我的三眼已经在开的过程中 我就是还没有学会怎么样把它集中的能量聚集到可以 就是让它的能量可以聚集到就是可以产生片段 出现色彩 好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点订阅 我每周呢都会出两期不同的节目给大家 好我们下次见 好 OK 感谢观看